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由卡提罗运动和动网所主办的最强高校3对3篮球对抗赛 我是吴吴 今天再次为您邀请到小月叶云丽大哥 跟我们一块来欣赏 四只来自HBO高中篮球竞旅的甲祖竞旅 分别要配派阵容当中的一时之旋 一共16位全国顶尖的篮球未来之星 要在台北市首屈一指的室内场馆和平篮球馆 争夺最强的头衔 所以目前南湖还有松山都是处于一身的状况 能人跟强速直赛第一次登场是分别吞下了败仗 这场比赛将要由南湖高中出战的是松山高中 在松山的阵容部分 前面为大家介绍过尹其伦 许浩翔 格允珍 还有张志豪 四位都是高三的球员 而在南湖高中的部分 这场比赛一样是要派出陈静宇 林冠荣 汪哲宇 还有将军 四名球员就看一下到底是谁 能够先抢一下小组第二胜 没错 今天这场球赛也算是预赛的第三场 那我觉得每一个球队都已经打过一场球赛之后 今天的这场球赛我觉得会慢慢的 大家会慢慢找到比赛的节奏 岳哥讲的没错 一开始马上就喷了一颗 格允珍 上场比赛并没有能够上场 一上来 这个在旁边应该等蛮久的 对 格允珍这名常人也算是 今年赛季当中机会是比较少的球员 但是其实他的高度跟他的投篮的感觉都相当不错 所以我觉得这一名球员到UBA或下一个阶段来说 可能会是一块图域啊 不到30秒的时间了 两队加起来已经是攻进了三技外线了 格允珍 许浩翔 帮助松山现在是4比2领先南湖哦 你看到松山还是一贯的采取了这个三分线的攻势哦 还是以这个每一次出手的CP值最高的 当然是两分来是第一优先啊 第一次上场他们就是以21比10的 提前打败的强术高增 所以看起来同样的策略想要再来 拿来对付南湖高增哦 如果南湖这边 其实外线的准头也不差 这场比赛呢 那其实南湖并没有摆上将军 让他从板凳出发 陈俊宇 林冠荣跟汪哲宇 所以等于是一位封线 再搭配两位后卫这样的阵容哦 对 所以你看到刚才以启伦的这个三分投射哦 防守的球员完全没有对上来 都还想要试看看说会不会不进哦 但是你看到三分线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得分方式 尤其是取得领先最棒的一个武器啊 那如果你不上来 真的就是有办法敬给你看 那我觉得在接下来的防守强度 跟队位上面会更加的好 那再来就是说 松山高中今天黄万龙教练也没有来到现场 我觉得他们应该可以解除封印啊 岳哥是有讲到一个重点吗 不过我们看到 就是格允珍再一次靠着他的身材优势在篮底下 抢到进口篮板补进分数 我现在7比4 松山小福领先 然后这边的尝试继续用外线来追分哦 格允珍在擅长比赛面对强助的时候没有打 但是在这样比赛真的打得非常的活跃 对 所以你看到真的回场之后的 立即的三分线出手 防守的队位一定要非常清楚哦 当然在前面我们其实谈到过 在这一次的卡提诺运动 以及动网合办的三对三比赛比赛 比赛的用选跟一般我们在打场上的五对五是不一样的 对 没错 再次的强调 在可能大家如果在网路上搜寻一些 国际三对三的比赛 他们是用的是一种蓝黄相间的一种这个胶球 看起来有点像室外球 那不像是我们正式比赛中所谓的 真皮的皮球 那而且它那个国际比赛的这个球的大小 是接大概到六号球跟七号球之间 但比较偏六号球 所以男孩子拿这个球 感觉会比较小一点 那女孩子拿这个球可能就比较刚 我觉得可以私立讲一下 就是选手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去调整这种 比赛用球尺寸的差别 对 我觉得以今天这样的比赛来说 感觉蛮习惯的 我觉得以他们准度我觉得是蛮习惯的 但是我觉得一定要至少一到两场的时间 来去做适应 现在比赛进行了三分钟左右 绿色神盾收藍高中 然而是9比8 1分领先南湖 葛云珍外围十球之后再导给许浩翔 三分出手没有 拿完球最后是落在南湖高中林冠荣的手上 他今天在这场比赛的外线准头也不错 但感觉上来到中半段 大家的外线命中率开始有一点点的下滑 很可惜啊 王哲宇这进攻篮板拿到 机会是不错 可是脚步交代不清楚被吹了一个走步 所以三对三还是会有这个走步威力发生的 那以这个规则来说还是一样啊 跟5对5的还是找遵循的这个FIVA的规则 那我们观众在前一场比赛呢是14比12 惊险的打败了能人家伤 所以目前两队是各拿一胜的 其实在这样的赛制下 只要先拿到第二胜 能够打冠亚军的机会就大增了 对 打完一场球赛之后 大家大概了解到这个球赛的这个感觉 跟这个用球啊 还有场地慢慢的熟悉的情况下 你也看到从这场球赛开始 这个防守强度跟增强进攻篮板 跟防守篮板的这个意识 是越来越清楚 必须说南湖接下来针对松山的外线 是有比较严格的去顶防 那感觉上在第一轮上来 大家还在测试到底 彼此要怎么打这场比赛 不过现在南湖是把将军给换了上来 要摆上他们在第一站的双塔阵容 将军自己没有投进了篮板球 还在队友的手上 林国隆将军再倒给另外一位王扯宇 挨了火锅 格允甄又是他 get out of here 这漂亮的火锅 除了格允甄这名球员真的是 今年的时间可能是比较少一点 不过其实你看他的身高跟他的臂展 还有他非常不错的这个投篮的柔顺的感觉 真的是一块很好的普遇 我相信在下一个阶段得到他的这个教练 可以好好的多运用 球犬还是在南湖高中的手上 松山这边其实也坐着换人 隐其轮是上来换下的张志豪 所以也要用高度来跟对手来对抗 对 你看到将军这一次就用他比较壮硕的上半身 去扛出一个空间 那格允甄确实以现阶段来说还是比较担保 那未来真的要多加强所谓的这个身体的厚度 才有办法帮助他在场上找到更好的优势 切入的技巧跟脚步 在现在这个363的比赛以后 应该还是蛮重要的 没错 尤其是363他的速度更快 节奏更明确 再来他的身体碰撞可能 如果不是三分球大赛 那就是变成禁区的肉活战的时候 真的 你的强度 厚度 身体抗力必须要摆出来 不过松山说的作者立刻又11颗外线投进了 将军团疫颜色11比11 比赛剩下三分钟现在变得非常的有趣了 两队是顾不相让 平分秋色 你看到三分外线我现在不放你投了 那当然你看到让这个格允甄来去投三分 可能对南湖来说是一个策略啊 我宁可让他投也不要让张志豪或许浩翔 甚至尹启伦来去做这个外围投射 蓝李萨这一次是南湖高中 回进了对手一个火锅 但在中距离 尹启伦 左手出手的优势 投进了中距离 再来看一次 跟允甄 刚刚绕过篮框的出手 结果没有躲掉将军的封盖 这个球波着波着竟然到了尹启伦的手里 对 将军这场球也算是一个尾屁补啊 明明就是先发的阵容 但是还是要先看一下松山这场的这个感觉之后了 在决定要怎么去用他们的策略来攻击 博尔启伦非常聪明 一发现对方的防守没有贴上来 马上出手命中 现在松山高中一分的领先打进来 结果切到了篮板的侧边啊 应该不是切到篮板的侧边 是他没有双脚回线 他就直接做 回线的尾力 对 所以是一个回线的尾力 梁君 靠着自己的单打技巧 中距离 后车步的出手没有 剩下最后的1分46秒 改踩低位进入的方式 对 而且只有一分的差距 现在真的很难讲 又倒到外围 王哲宇 适时的挺身而出 这一季外线给了南湖一分领先 现在压力回到了松山手上 还是想要先试试看外线的准头 对 不跟开赛相比是有明显的下滑 对 虽然说我刚才讲到黄万龙教练 今天是没有到现场来盯 不过叶伟桥助理教练还是有 所以我觉得为了球队的经费 看起来他们是比较认真啊 这一次将军杀进来没有啊 许浩翔身体的对抗 最后打满球 最后是弹得进去了 相当漂亮的切入 对 许浩翔真的 这一次真的左手切入 而且用他的肩膀扛开的一个空间啊 所以当然也要请岳哥来分析一下 刚刚这个许浩翔的动作难度在哪里 当然是切入之后呢 那可能他扛开的空间 但是他换到右手去做出手 那身体没有平衡的情况下 当然出手的难度也增加 马上再来看一次 对 你看到他应该是左手切入 但是球没有拿好情况下 变成右手的直接投篮啊 那还好后面的汪哲宇是没有过来做封盖啊 不过你看到他的身体的平衡 在空中的滞空能力呢 也展现出来了 所以许浩翔也非常清楚 我对到林光荣他是有这样的身材优势的 大打小的机会啊 当然也帮助松山高中搬成了平手啊 哇 吃鸡肉三十三十五秒的时间啊 双方平手啊 会不会要打到这个八球骤死赛啊 这一波攻击很关键 哦 漂亮的一个助攻啊 尹齐伦送到了格允针的手上啊 结果南湖高中想要用二夹一的方式啊 没有能够收到效果 但将军 不愧是将军啊 哇 三十秒之内有这么多事情发生啊 说着说着又来了徐浩翔 这一期三分再给了松山领先 增加最后的五秒钟 球倒到外围林万荣 早期往里面闯 但来不及了啊 哇 三十五秒之内有三次的field goal啊 这就是三对三的魅力出赛 没错 你看时间这么短的情况下 看谁的命中率越高啊 再看一次这个包夹 后面rotation没有办法过来的情况下 那让这个格允针在篮下 露出一个极大的空档 那回过头来你看到 这个王哲宇马上露出一个空档 但是你看到这一场球赛 非常感觉非常好的徐浩翔 马上再回进一个三分球 再把领先给要回来啊 徐浩翔这场比赛包办了九分了 所以也帮助松山高中最后是以16比15 V色神盾抢下了二连胜 非常感谢您先上这场比赛 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请您持续的锁定动网 还有卡廷路运动的youtube